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 這個圖為一個橫波的這個波形圖 當時間等於零 此波的波形如時線 這個時線的這個波形 是時間等於零的波形 然後對了 這個波他是這樣前進的 那經過六秒以後 經過六秒以後 該波的波形是如虛線 虛線的時候是六秒的波形 那麼他說 我們看第一小題 他說 還有這裡他說 周期大於六秒 周期大於六秒 第一小題他說 這個波的周期為何 我們看 因為他這個波是往那邊走的 波的話由時線到虛線 時線到虛線的話 他可能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因為他走幾個波長 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四分之三 走四分之三個波長 有可能是走四分之三加一個波長 或是四分之三加兩個波長 因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多一個波長以後 兩個波是重點的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他這個什麼呢 這個波 他有可能什麼呢 從 時線到虛線的話 他走的時間 有可能是什麼呢 有可能是 四分之三個周期 或者是 四分之三加N個周期 N可以等於1 等於2等於3 當然也可以等於0 當你等於0的時候 就直接從這裡到這裡 當然如果你是多加1的話 是從這裡到這裡 再加什麼 再加一個波長 因為再加一個波長的話 跟原來這個波的話 是完全重疊的 所以小T有可能是 四分之三加N 周期T 但是他說 現在T的話 這個是六秒 這是六秒 所以就曉得 這個周期T 是等於多少 等於六除以四分之三 加上小N 但他條件給你說 這個他要大於六 當你N如果代1的話 這一點多了 一點多分之六 他一定是小六 只有當你N等於0的時候 他才會大於六 當你N等於0的話 這個周期等於多少 周期 就等於那個 等於多少 等於是三分之六成四 三二得六 等於8秒 就周期的話 是8秒 周期是8秒 好 所以第一小題的話 周期是8秒 所以第一小題應該要選B 第二小題的話 他是問說 齒波的那個波數 那N等於0代表什麼東西 代表他是從這裡走到這裡 就直接從這裡走到這裡 然後現在的話 周期是等於8 周期是8的話 那波長多少 波長是 這裡到這裡是一個波長 是多少 這裡是0 這裡是0 這裡是4 這裡是4公尺 所以他波的速度 波的速度 也是等於 波長除以周期 波長是4公尺 然後除以周期是8 所以是0.5公尺 0.5公尺每秒 這是他波的速度 所以這一題 應該要選A 第二小題應該要選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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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